南韩Omicron群聚感染扩大 最新传出有就读首尔大学和外国语大学的留学生也染疫 这让两大名校的学生陷入恐慌 南韩这波群聚由从奈及利亚返国的牧师夫妇开始 传给来接送的乌兹别克及友人 再传给他的妻子和岳母 由于两人曾参加过人穿400多人的教会礼拜 随后陆续有教友确诊 现在还波及首尔的名校生 本土案越报越多 印度也出现婚礼群聚感染 Omicron病例累计已经21例 而泰国周一出现确诊首例 从西北亚返回的商务人士 曾打过一剂的交生疫苗也感染Omicron 英国最新研究指出 Omicron可能有较强的空气传播力 他的部分突变基因甚至类似感冒病毒 南非当地的住院率还在飙高 重病住院的几乎都是小婴儿 虽然美国防疫大将福奇表示 目前Omicron大多属于轻症 但以南非来说 轻症的原因可能是因为 他们大多是二度感染 但患者是否因为曾感染过Delta 而症状较轻 还需要更多的数据来理清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